爷爷奶奶带着孙子女来到市定三级古鸡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透过解说人员生动的说明,认识古鸡的历史文化背景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举办踏游古鸡祖孙一起来活动 邀请65岁以上长者和孙子女走访大同区特色古鸡 活动还安排绘本说故事以及互动游戏 鼓励祖孙一起参与,增进彼此的互动与情感 为鼓励长者走出户外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以支持理解友善打造师之友善环境 邀请区内古鸡庙宇共同加入师之友善组织提供友善的服务 这次的活动由孔庙新方春茶行以及新文化运动馆 活动期间也加入了代监的活动 由老中青三代一起参与 活动的内容有说故事、绘本及手作等共同式互动 欢迎师志者、长辈们及家属放名参加 一起游大同 今天这场活动我希望可以透过这个讲凌旺爷爷的故事 然后来增进祖孙之间的一个交流 那大家也知道其实东路园很早以前是在我们这里的圆山 其实离我们这里不是很远 那我希望透过这个故事可以让这些长者回想他过去可能小时候 或者是他长大一点来到动物园的回忆 那我们透过绘本的讨论 还有简单的劳作 那透过劳作可以帮助长者 帮助他的手可以灵活的运用 并且跟他的孙子一起来完成这个好玩的劳作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透过绘本 透过劳作来玩一场寓教育乐的活动 大同区古迹有着独特的文化历史和建筑艺术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透过趣味的方式 邀请祖孙同乐他有古迹 阅读在地文史一起发现大同区的在地魅力 很感谢我们健康服务中心能够有这种活动 让一些老人像现在有的可能有的年纪大的人 他们也会自己来参加 他来参加做增加一些知识 还有跟小朋友的互动都是不错的 他参加这个活动有没有 就是有帮助到你跟孙子的互动 应该帮朋友算是可以啦 蛮好玩的 因台湾高龄社会趋势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希望透过举办各种乐龄健康促进活动 鼓励长辈多多参与 丰富银法族的生活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